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的第三册的第三十课 就是Lesson 30 The Death of a Ghost 幽灵之死 有的同学可能觉得奇怪 说这个鬼怎么死了之后还会死呢 咱们看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首先呢把书打开到142页 142页 咱们先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好 动作快些 142页 Read after me Laborer Laborer Overnight Overnight Hay Hay Corn Corn Moonlight Moonlight Conscientious Conscientious Suspect Suspect Des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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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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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Action Recluse Recluse 好 接了 这是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 那么像莽长一样呢 咱们先看一看这课书中比较重点的一些词汇 第一个词 咱们先看这个劳动者 劳动力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Laborer Laborer 好 这个两个拼写我们可能都知道了 OUR 拼写一般是英式的 在美式呢 一般可以把这 OUR 换成 OR 都可以 英国人呢 读成Laborer Laborer 不加卷舌 美人中加个卷舌人 读成Laborer Laborer 叫劳动力就好了 但是这个词呢 劳动力 劳动者 咱们记住 它一般是一个可署名词 可以表示一个两个的这个劳动力 劳动者 但是还有一个跟它相关的词 中文也翻译成劳动者 劳动力 就是把后面这个 EUR 去掉 这个词用的也非常常见 跟老师先大声对面 Laborer 同样这个 OUR 结尾的是英式拼写 OR 结尾的是美式拼写 但是这个 labor 表示劳动力呢 大家记住 它是一个不可署名词 是一个泛指的劳动力 而不能表示一个 两个 张三 李四 这个劳动力是不行的 这个词在生活中用的也特别多 比方说 Skilled labor 我们下面统一用美式拼写了 叫做熟练工 Unskilled labor 是非熟练工 注意 后面不能复述 因为这个词是泛指的不可署名词 熟练工和非熟练工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Child labor 这是 大家可能能猜到 就是同工嘛 可能是非法雇佣的那些同工 就儿童的劳动力 但注意 不可署一定的 这个词也可以当作定义来用 你像 labor market 就是我们翻译成劳动力市场 我们去找工作 或者去招聘这个地方 再比如说 像 labor force 叫劳动力大军 劳动力的队伍 这个 force 本来可以表示大军队伍部队 大家可以看他记得 空军叫 air force 陆军叫 land force 这是劳动力的队伍 劳动力大军 labor shortage 表示劳动力短缺 劳动力市场劳力短缺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labor relations 可以翻译成劳资关系 就是劳动力和老板 employer 和 employees 之间的关系 叫劳资关系 这个时候一般我们用不可署名词 labor 可见他用的场合非常多 而本文中 laborer一定是可署名词 所以大家不要用错 比如说 我的爸爸是一个工人 是一个体力工作者 你发现这句话错了 my father is a laborer不行 因为 laborer这个词是不可署名词 应该改成 my father is a laborer is a laborer 把后面再加一个 e 2 这就对了 注意 中文一样 但可署不可署的变化 就好比咱们以前说 scenery 表示风景 是不可署名词 但 scene 就可署了 意思一样 但注意可署不可署的变化 好 先把这个 跟另外一个词辩析完了之后 我们再看 laborer这个词 表示劳动力或者工人 我们说了 它一般表示体力工作者 这个你像本文中就出现了farm labor 叫农场工人 这一个两个工人 这是可署的 跟它类似的 只是体力工作者 还有一个词 就是hand 用手这个词 表示工人也是可署的 一般也是从事体力工作的 只不过hand这个词 一般多做复合名词来用 农场工人本文中也出现了 它用的是farm hand farm hand 农场工人 农场劳动力 注意 做复合名词 但是一般来说 也是可署名词 是这样的 那还有一个是 体力工作 脑力工作 都可以的 普通的工人 咱们在第四课见过 就是worker这个词 大家还记得吗 blue color worker 和white color worker 叫做 蓝领工人 和白领工人 这个worker 就不一定是体力 或者是脑力的了 而这个 hand labor 一般是表示 体力工作 labor 和hand 这个注意 那我们在复习这个 领子呢 英式发音中 cooler cooler 美式发音分别成color color 这个声音 我们再读一遍 blue color worker white color worker 这是对咱们第四课 知识的复习 好 这是第一个重点词汇 就是工人 劳动力 注意 labor 表示体力工作者 而且是可署的 好 这个词我们看到这 下面一个 比较重要的词汇呢 咱们来看一看 后边这个 在晚上 在夜间 或者表示派生意 迅速的 飞快的 突然的 注意这个词呢 有两个词性 分别可以当副词 或者形容词 意思都是类似的 我们先读一下 度于重音 在night 这个音节上 我们大声来面 注意字母V出现 还是上牙出下唇 这个动作 大声来面 over night over 要上牙出下唇 over night over night 做副词 可以表示在夜里 或者在夜间 那派生意呢 就是突然间很快的 尤其是表示成功啊 或者出名啊 就类似中文中 那个一夜成名 这个意思 这就好理解了 那么它做形容词也行 做形容词 继承了做副词的这个含义 做形容词 可以表示夜间的 夜里的 就白烧的就好了 或者表示突然的 很快的 那后面还是加一个白烧的 表示突然的很快的 都可以 那么发音拼写都是一样 副词不要再加l1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先表示在夜里 在夜间 我们分别看看 这个副词和形容词用法 你比如当副词来用 you can stay overnight if you want to 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在这来过夜 stay overnight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当副词来用 修饰动词吗 stay吗 当形容词呢 也可以 我们看一个当形容词的用法 an overnight journey 也是重音在后面 发音拼写一样 这是一个夜间的旅行 夜间出发 可能要去看日出了 在夜里的旅行 当形容词 发音拼写一样 它的发音声音呢 就是表示突然间的 很快的 尤其是表示 记住成功 或者是成名 出名了 用这个词用的特别多 同样的是 副词形容词都行 先看副词 he became famous overnight 这个人一夜成名了 这个搭配 咱们以前见过 在那个十四课 贵族歹徒讲过 成名出名 还记得吗 become famous overnight 这是一夜成名了 迅速出名 当然 不见得非得是 半夜出的名了 用这个副词表示 成名突然之突然之迅速 这个意思 那么它当形容词呢 也有这个意思 你想 an overnight success 一次突然的成功 出乎意料之外 非常快速就成功了 可以用它 记住 它表示 在夜里在今夜夜间 或者表示 突然的迅速的 形容词 副词都可以 这是我们记住 重点的词汇 可言例句同时记住 就是再读一遍 overnight overnight 这也是写作中 咱们特别喜欢用的一个词汇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给老师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呢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认真负责的 禁职尽责的 就是形容一个人呢 忠于职守 老板给了钱 有良心 好好干活 认真负责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注意这个an 这个音解释重音 这个con是次重音 我们大声那边 conscientious 叫认真负责的 尤其表示 这个老板给了钱之后呢 踏踏实实干活 认真负责 尽职尽责的工作 指他比较常见些 我们看看 比如说 a conscientious worker 一个认真负责的工人 工作上尽职尽责 兢兢业业 可以这么说 a conscientious attitude 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老板给了钱之后呢 踏踏实实好好干活 一丝不苟 认真负责的 指人 指这个事物 你看都可以的 指态度也可以 再读一遍 conscientious 好记得 这是认真负责的 这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看这个词 个儿比较大 它来自于咱们 新概念二侧 见过的一个名词 就是人的良心 就是小时候说 你一定那个良心的 哒哒的坏了 那个良心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这时候重音在最前面 大声里面 conscience conscience 这个词好评一些 就Cwin 后面加science 加科学这个词就好了 但注意 不能都是conscience 再来遍 conscience 这个词表示良心 这个好记忆 为什么呢 那么一个 尽职尽责的工人 不是有良心吗 人家给你钱了 你不能偷懒 有良心的 这不是尽职尽责的吗 跟这个就好记忆了 表示良心 咱们新概念二侧 有些精彩的状态 比如说 have a clear conscience 还有 have a guilty conscience 学过二侧同学 可能还记得 是什么意思 have a clear conscience 叫做问心无愧 为什么呢 我们心里非常干净 有一个干净的良心 我往上第一站 一辈子没学过多 I have a clear conscience 良心特别干净 但是他呢 he has a guilty conscience 他有一个有罪的 或者是内疚的良心 就是问心有愧 那你还记得guilty 这个词 我们在第十一课 这个是顾海关 那课说讲过 表示内疚的 或者是有罪的 只是问心有愧 问心无愧 和问心有愧 两个表达 可以同时记住 你再看这个谚语 叫做 A clear conscience is a soft pillow 什么叫pillow 咱们可能知道 就是枕头嘛 一个干净的良心 是一颗柔软的枕头 什么意思呢 就像中文哪个谚语来的 大家可能知道 半夜白天不做 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白天没缺德 晚上睡觉 睡得踏实 枕在良心上入眠 这感觉不错 记住 A clear conscience is a soft pillow 这告诉我们 要做人少缺德 这是问心 无愧 问心有愧 还有这个半夜 不怕鬼敲门 这种搭配 可以顺便记住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conscious 这个词 它有些行进词容易搞混 首先 我们把中间几个字母去掉 有个形容词 就是conscious 可以表示意识到的 知道的 有意识的 我们再大声读一遍 conscious conscious 同样不能读成 或者没有字母 就不能勾手头 再来面 conscious 好记得 还有它的名词形式 就是人的意识 或者对于某个东西的意识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consciousness 表示人的意识 比如恢复了意识 recover his consciousness 可以这么来说 或者对于某个东西的意识 主人公意识 咱们咱们的功德意识 可以用它 你看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要说这么一个搭配 我说提高人民群众的功德意识 提高人民群众的功德意识 这个话题咱们写作中可能用的比较多 提高改善有好多词 比方说吧 咱们enhance 这个词汇 enhanced people's consciousness of public morality 提高人民群众的这个意识 什么意识呢 of public morality 公共道德意识 就是公共场所 不要大声喧哗 不要随地大小便 不要拥挤 不要打架骂人 公共道德 我们再读一下道德这个词 注意不可署名词 大声来面 morality 再来一遍 Morality 读快之后又会浊化了 再快点 Morality Morality 放在一块读一遍 public morality public morality 提高人民群众的功德意识 这跟那个conscientious 要做个辩析 有些像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怀疑这个重要的动词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suspect suspect 做动词表示怀疑 这个词有同学觉得简单 那为什么讲一下呢 这怀疑这个词还有点不简单 为什么呢 这怀疑啊 后面加避语之后 我是认为这个东西有 还是认为这个东西没有 这还相当难讲呢 这得通过语境 通过逻辑上下文来判断 此话怎么讲呢 咱们看一些例子提回一下啊 比方说看这句话 he suspected an ambush 直接在后面用名词短语做避语了 什么意思呢 他怀疑怎么样 embush叫埋伏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ambush ambush 这也好记 这个bush 可以表示灌木丛 刚好这一堆灌木丛 里边藏着敌人 就埋伏 那么他怀疑有埋伏 他是认为这个埋伏有 还是没有呢 他认为恐怕有埋伏 他怀疑有埋伏呗 他认为这个冰云有 你再看下一句话 i suspected his honesty 我怀疑他的诚实 那么是我认为他有诚实 还认为他没有诚实呢 我认为他没有诚实的品行 我认为他恐怕不诚实 所以你看这个怀疑 疑心有这个东西 或怀疑他可能没有 怀疑他不 怎么怎么样 这就通过逻辑来判断 究竟认为有 还是因为没有 还是认为他没有 这个到了课文中 我们还会做这个辩析 他怀疑有埋伏 我怀疑他的诚实 这就通过逻辑来做个辩析 那么这是第一个用法 直接用名词做宾语来用 这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表示 怀疑某人去做某事 这个搭配不要瞎辩了 搞不好自个人就乱变成 suspe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个不行 一定用这个结构 叫suspect somebody of something 当然也可以用of doing something 就是后面加记字of 再加名词结构 或者动名词也行 比如说我怀疑他撒谎 I suspected him 不能说to lie I suspected him of lying 我怀疑这个人在撒谎 就好了 注意suspect表示 怀疑后面加名词 或者怀疑某人做某事 两个结构记住 这个搭配就比较漂亮了 但是我们再看这个词 还可以当作其他的词性来用 比如说这个词本身 就可以当作名词来用 还记得吗 这个词做名词 直接可以翻成嫌疑犯 就是受到怀疑的这个对象 大家认为他可能犯罪了 但还没有定罪 但是这个时候 重音跑前面去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uspect suspect 诶 这个词叫嫌疑犯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第一个讲过 一个在逃的嫌疑犯怎么说 在逃的后制叫at large 一个在逃的美洲诗 叫appuma at large 在逃的嫌疑犯呢 a suspect at large 在逃的嫌疑犯 还记得吗 拼写是一样的啊 它的名词形式表示怀疑呢 是这样一个名词 我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suspicion suspicion 表示怀疑这种情绪 这种感情 suspect 它本身的另外一个名词形式 还有它的形容词形式 表示怀疑的 不相信的 可以用它 当然也可以表示可疑的 这个都行 我们以前说过 第九课里说过 可疑的 或者怀疑不相信的 都行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suspicious suspicious 叫怀疑的 或者是可疑的 这个都有可能 同样不能读成suspicious 没有字母耳 舌头是平的 在那边 suspicious 同样 对什么什么怀疑 不相信 记住 介词搭配 这个形容词又活了 多好记忆啊 为什么呢 它后面也跟介词of am suspicious of his motives 我怀疑这个人的动机 你要看看 他是不是动机不纯呢 我怀疑他的动机 叫am suspicious 注意 of his motives 一定能搭配 记住 这几个词就活起来了 立刻 我们从认识 变成了会使用 认识 往往同学 认识单词多 会用的却不多 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不会搭配 这是我们把相关的 这几个动词 它的词性的变化 包括一些搭配 就牢牢记住了 好 这个怀疑相关词汇 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儿 下面一个 比较重要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隐世隐居者 就是 喜欢独处的人 不愿意跟其他人打交道 隐居在某个地方 这个 我们看一些 他生活中的一些替换 这两个词呢 都可以表示隐 隐居 隐居在某个地方的人 不愿意跟其他人打交道 我分别读一下 先读本文中这词 recluse recluse 再读一下一个 跟他非常类似的词汇 几乎是同一词了 hermit hermit 都可以表示隐居在某个地方 不愿意出来跟其他人打交道 隐居 隐居者 并不是这个人的心里有病 他就是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 他自得其乐 自己也挺开心的 还有一些跟他类似的 你比如说 ancherite 这个稍微冷屁点 也可以表示隐居的人 但这个词呢 一般多强调由于宗教的原因 比如这个人闭关修炼 一个佛教徒 或者一个什么某个宗教的教徒 在闭关 这个地方也用它 就是因为宗教原因而隐居而闭关的人 我们再读一下 ancherite ancherite 但生活中最常见的词 可能是这个词 就是不喜欢与别人打交道的词 he's a loner 这个人是一个 总外独处的人 我们再读一下这词 loner loner 这个生活中可能用的是最多的 表示喜欢独处的人 同样我们看一下例子 she has been a loner all her life 我说这个女人呢 中期一生都是喜欢独处 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 就是总是独来独往的人 我们就可以说she is a loner 可以这么说 这个女人的一生一辈子 都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 可能这个独处了一辈子 没有任何人陪伴 也没什么清楚 叫loner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是我们生活中指这个比较常见的 这么几个指人的 独处的人 还有呢 它的形容次形式 比如指一个人喜欢独处的 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的 也可以用这儿一个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olitary solitary 这个词到了后面的第三段 我们会学到 在第四册里 还当作生词了 可以表示喜欢独处的 当然也可以表示文一的 表示文一的 就类似我们那个single 这个词了 大家可能还记得 they had a single aim a solitary goal at the top 他们有文一的目标 就是山顶 以前举过的例子 但是指人的话 那就喜欢独处的 不愿意跟他人交往的 再读一遍 solitary solitary 有这么一个 那么它的反译词呢 就喜欢交际的 喜欢社交的 愿意交朋友的 家里待不住的 我们再读一下 sociable sociable 你就跟那个society 社会同时记住 愿意到社会里面去 跟人打交道 刚好是solitary 表示这个含义的 完美的反译词 还有一个 愿意独处 我们有个习语 用的也特别多 这个人喜欢独处 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 叫prefer one's own company 喜欢自己的陪伴 注意这个company 不能翻成公司 不是我喜欢我自己的公司 不是这意思 陪伴company 是个不可数名词 I enjoy her company 我喜欢她的陪伴 I will keep you company tonight 今天晚上我陪着你 keep you company company company不可数名词 表示陪伴 prefer one's own company 表示愿意一个人相处 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 我们看一个例子 we ask him to come and eat with us but he said he preferred his own company 很好理解 对吧 我们让他呢 过来一块跟我们来吃饭 但是他说呢 他愿意一个人待着 不愿意跟大家在一起 he said he prefer his own company 他说他愿意自己一个人待着 是这么一个 好 这是我们看到表示 独处指人 还有修饰人特征的雄词 以及这个动词短语 都是以独处相关的 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心理疾病 可能就是呢 不太合群 他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呢 跟自己在一块的时候 也自得其乐 他并不太痛苦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是我们把这个 第三诗课的 这个生词和短语 跟老师重点词就看到这儿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把他们牢牢掌握 好 生词短语 我们先告一段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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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